传闻江湖中有一对风雷魔镜 风雷合璧天下无敌 风雷魔镜一旦合并 便可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 能够发射出宇宙灵光 无坚不摧 无敌不破 除此之外 还能打开吴王科履的坟墓 取出藏在其中的鱼长宝剑 如此宝器又会引发怎样的纷争 近来江湖中出现了一个邪门帮派 勾魂血令帮 形势很绝 血洗武林各派 为首的九游魔女更是实力强横 强行掳来众多武林高手 卫下恐怖独丹 借此控制他们 更是意图取得江湖至宝 风雷魔镜 借以打开吴王焚种 取得其中所长宝剑鱼长 与千年灵芝 从此长生不老天下无敌 而风雷魔镜就藏于江湖首脑 金师门与吉仙庄两大势力手中 九游魔女带领邪教肆意作乱 为此金师门的掌门老温 召开武林大会 共为江湖出海 席间有人提议用风雷魔镜对抗魔女 吉仙庄庄主老白意识复合 可风雷魔镜一旦合一 恐将天崩地裂 因此被老温断然拒绝 为了九游魔女趁武林大会之际 派遣手下高手前往守卫已弱的吉仙庄 大肆屠杀守兵的同时 将所藏风魔镜抢走 等到庄主老白积极赶回吉仙庄 却只见庄内满地惨壮 老白大怒 事与其不共戴天 挥手将贼人尸体面罩解下 二庄主冷云取下其额间配饰 正是金尸门的标志 认定此事必是老温所为 老白一时捉摸不定 女儿白凤在一旁极力反对 两方势力向来同气廉枝 自己更是与老温儿子温建峰 自小青梅竹马 不愿双方反目 苦苦劝说 却因冷云以辈分压下 腹气离去 冷云再次出言挑拨离间 这下即便老白与老温是八败之交 也不免泛起嘀咕 将寻回风魔镜的事 交给冷云全权负责 勾魂血令帮中 高手将风魔镜呈上 白衣人转身露面 此人竟是二庄主冷云 他将风魔镜献上 就由魔女大笑 如今只剩雷魔镜到手 便可得偿所愿 金尸门老温年耐 不足为惧 只要将其子温建峰捉住 定能令其交出宝镜 交晚温建峰及其侍从 陆域移出野店 可小二的一身匪气顿时令他眼神犀利 便在小二偷袭之际殉疾挡下 反手夺下匕首将其反杀 周围杀手不再掩饰纷纷杀来 正是夺魂血令帮四季围杀 可温建峰身为金尸门少主 自然非等先之辈 不多时杀手们只得落荒而逃 温建峰感到事态严重 飞马赶到姬仙庄 为了竟是遭到辅兵刀剑相向 温建峰不愤 闯入姬仙庄询问 郑重冷云下怀 倒打一耙污蔑金尸门图谋不轨 又将所谓证据扔给他 笑话 若仅凭己见服事便要定罪 未免太过儿戏 温建峰不屑就要开关认识 冷云怎会让他如愿 招呼四方手下将他斩杀 温建峰见此只好拼死一战 俗语云 擒贼先擒王 他挺剑飞身向冷云刺去 却被其腾身挪移躲过剑锋 自负之下便要亲自擒下温建峰 可温建峰武艺非凡 所发暗器也被他一一弹开 眼见众人拿他不下 老白终于现身 出口便是要讨要封魔镜 白凤赶忙出现劝阻父亲 冷云见状出手偷袭 幸得白凤察觉出手阻拦 温建峰才逃过一劫 随后与白凤一同逃离极贤装 途中白凤拾起性子与情郎赌气 全因封魔镜丢失 他才违背父亲 温建峰好言相劝 直到白凤提到冷云才有所怀疑 叮嘱他回去 注意冷云一举一动 温建峰来到客栈打探 这才得知 道径定是勾魂雪令邦所为 发誓与魔女势不两立 不想一路行踪已被监视 趁着入夜期休息之时 喷出弥香就要暗算两人 哪知温建峰早有警觉 出手将探子击毙 勾魂雪令邦的杀手围杀而来 但一般的帮众 又怎会是主从二人对手 哪知此时 圣人的笑声掺杂魔音回荡四方 九游魔女竟是决定亲自出手 温建峰提剑杀来 可他哪里是魔女的对手 又被禁有迷要的丝巾覆面 顿时只觉天旋地转浑身无力 稍息便昏厥过去 魔女让侍从传话 叫老温后天午时 戴着雷魔镜前往鬼仇谷 交换人质 侍从拖着残驱 艰难回到金师门 拼着最后一丝力气 将消息告知老温 说完便弃绝身亡 而温建峰被抓回 勾魂雪灵帮总坛 在这里见到了冷云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冷云当即就要将其解决 九游魔女却打算将雷魔镜 骗到手后再收拾他 入夜冷云从密道回到吉仙庄 思索半闪后 又打开密道机关钻进密道 而这些都被潜在暗处的白凤看到 同样打开密道紧随其后 七拐八转下找到总坛监牢 正见情郎就在当中 待他拾起一旁钥匙打开牢门 正要将其救下时 被帮众包围 原是冷云早已察觉故意引诱 白凤势单力薄 自然被擒 有道是黑暗遮不住光明 有两位侠士清楚 魔女即使取得雷魔镜 也不会放过他们 倒不如为江湖正义 尽最后一分力 奋起反抗 救下温建峰二人 其人合力杀出重围 不顾生死 为温建峰二人杀出一条生路 眼见事情败露 冷云明白 必须尽快干掉老白 掌控吉仙庄 他急匆匆带人冲出密道 未料老白并不在庄内 此时的老白早已前往金师门 与老温落座敬坛 原来他早已对冷云有所怀疑 就连盗走的风魔镜一是假货 他拿出真正的风魔镜 与雷魔镜会合 如今风雷何必 他将风魔镜交给老温保管 决定前往鬼仇谷清理门户 入夜 老温守着风雷魔镜 仇眉不展 勾魂雪凌帮却已袭来 所来杀手皆是一方高手 很快便将一众手下突进 九游魔女亦是亲自出马 老温只得背水一战 只是魔女身法鬼魅难寻 生生魔音更是乱人神志 老温年老力衰 又被魔女顾忌重施 难有还击之力 最终隐恨在杀手刀下 隔日逃出生天的温建峰二人 急忙赶回金师门 只见到满地失害 与地上让他们前往鬼仇谷的雪子 鬼仇谷外 两方持气对立 双方一眼未发直接动手 冷云再不掩饰杀意 招招索命 更是弃老白腿有不便 连出众手步步紧逼 其料老白趁其收拾不住 抬起甲只一招穿身 接着收腿起身 原来他为迷惑冷白 假装腿伤未愈 只为今日之功 此时温建峰二人随后赶来 将剩下楼落清理干净 得知老温已死 料定魔女必定会前往吴王铁坟 飞马赶到 却还是来迟了一步 三人快速将洞外砸兵解决 一路杀入瞩目 快剑不停带走周围楼落性命 眼见三人视如猛虎 九游魔女亲自出手 手持风雷魔镜大战三人 功力高深的魔女 配上威力无穷的魔镜 即使三人合力也是力有不逮 好在白凤瞅准机会 将魔镜提飞 温建峰飞身阻拦 将魔镜击落入水中 见魔女失去武器 三人转弓为首 魔女逐渐招架不住 却一个飞身 跳至吴王尸身处 将鱼长宝剑拔出 寒光四溢射人心神 只一个照面 便斩断三人武器 手持宝剑 魔女势不可挡 势必让三人埋骨于此 正要解决温建峰时 被其剑柄暗器刺穿咽喉 老白上前补刀 却被其临死反扑 为了江湖大义 悲壮赴死 电影也就此结束 《风雷魔镜》 是1972年上映的电影 由孙仲指导 舒佩佩 刘丹等主演 讲述了情节新奇 惊心动魄的武林故事 在当年而言 本片情节相当新奇 编剧以丰富想象 和巧妙构思 透过精通魔法 而企图独怕武林的 九幽魔女 展开连场 惊心动魄的武林斗争 最终的结局也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老温与老白 为守护武林和平 不惜舍弃生命的侠义 令人敬佩 屏幕前的观众有何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